好,六月世界各地,特别北半球已经有好多地方热得让人,日子过不下去了 在报道当中,美国的加州中部好几个星期持续高温 因此活活热死了农作物里面的葡萄和洋葱 农民血本无归 而美国前总统川普到内华达州的第一场造势 遇到极端高温 现场涌进了好几千名支持者,有人差点不知 意大利罗马六月已经标出32度高温 观光客需要特别的耐力 奥地利暴雨引发洪灾 它的第二大洲多项基础设施整个被冲坏了 上月底封口废案被判34项罪名后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日来到内华达州日落公园 举行首场大型造势活动 尽管热浪连番侵袭 数以千计的支持者仍无谓炎热天气 顶着艳阳聚集表达他们对川普的支持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大批居民因热圆顶现象未消 饱受干燥天气与破纪录高温之苦 许多民众会解暑降温 西家带卷前往水池细水 有些民众则热到出现无息困难的症状 加州因为中部以南受到强烈高压剂影响 农民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都在极端高温下耕作 而且即便已经大量洒水为蔬果降温 当地大批葡萄洋葱依旧不敌热浪枯死 令农家损失惨重 血本无归 除了美国外 意大利最近也迎来今年第一波夏季热浪 受到非洲反气旋西皮奥内影响 从7日开始 首都罗马的气温就飙升至摄氏32度 南部波河谷地区的气温也攀升到摄氏33度 在强烈阳光照射与干燥热风侵袭下 大批游客在户外游玩的同时 还需频频补充水分 以免热到中暑 我住在拉奈 所以这里有一个大差距 我已经泡了很多 我现在感觉像是在沙漠 我们基本上喝很多 但是它真的很热 因为我们从英国 它是相同的 但是它不太热 所以我们正在试着很多 基本上就是 不只人类快热死 墨西哥的查普尔特配克动物园 大批深披长矛的动物们 也同样热到不行 为了帮助园内动物结束 私育园特别端粗用食用色素 香精 肉 菜和动物协议 制成的特制冰棒 希望在这样的炎炎夏日里 能让动物们感受到一丝清凉 就在欧美各地 饱受高温旱灾侵袭的同时 南半球澳洲东部却降下暴雨 在雪梨造成严重灾情 紧急部门表示 在截至8日清晨5点的24小时内 各地警销已进行了13次救援 共计接获297通居民的求救电话 新南威尔斯州紧急服务队 也在8日上午发表声明 称雪梨西北部郊区 已发布10项紧急疏散令 欧洲的奥地利部分地区 周末也同样降下暴雨 引发洪灾 据当地媒体报道 奥地利第二大州 史迪利亚州 不仅有多项基础建设 严重损毁 部分投票站也因为受到暴雨 洪灾影响难以运作 选民因此受阻 无法为正在进行中的 欧洲议会选举投下审胜一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站